有人問,《金剛經》是在佛教裏面屬於哪一種、哪一派根據的經典? 有人問,《金剛經》在佛教裏面究竟屬於哪一宗、哪一派的經典? 據我的了解,佛教的各種各派,好像都有多者眾師尊重《金剛經》。 根據我所知道,佛教的各種派,都很重視《金剛經》。 甚至於西藏的密教,他們也很重視《金剛經》。 甚至於西藏的密宗,也都非常重視《金剛經》。 像我們眾國的陳總六祖惠能大使,他們參與陳者的硬性,就是以《金剛經》作為硬性的經典。 像六祖惠能大使,他和他的師父洪引大使的印證,也都是以《金剛經》作為印證。 在明前,甚至有人問,像一個婦女懷孕了,可以送多受死《金剛經》嗎? 在這個社會上,有人問,究竟一個婦女懷孕的時候,能不能夠讀《金剛經》嗎? 不可以的,因為《金剛經》。它是由保護平安最強如意的一個經典。 當然是可以啦,因為《金剛經》啊,它是有一個保護平安吉祥如意的一個功能。 有人問,究竟一個婦女懷孕,能夠超度嗎? 有人問,在小的時候,讀《金剛經》,可以增幅延壽。 那至於去世的,我們和他念中《金剛經》,能不能夠超度呢? 你往生了,送多《金剛經》,一定能超度的。 就等於一塊石頭,要沉到水裡去。 假如你有一個船,把石頭放在船上,就沉不下去。 眾生中有罪業。 要正確保護平安吉祥如意,要正確保護平安吉祥如意。 人啊,往生了之後呢,我們和他讀《金剛經》呢,當然可以超度它。 好似一塊石頭,如果掉到水裡邊,它會沉到水下面。 但如果有一隻船,我們將這塊石頭放在這個船上面。 這樣這塊石頭呢,就不會沉了。 所以我們可以將《金剛經》呢,講為是一隻發船。 能夠將我們呢,載到去這個解脫的平安。 有人問,《金剛經》呢,把它分,顯示二分。 發揮引游分第一,善信其勤分第二。 大臣正宗分第三,妙橫無助分第四。 像這樣的分顯示二分呢,我們讀《金剛經》的時候, 也要把它讀出來嗎? 有人問,《金剛經》呢,分了三十二分。 那麼在我們讀《金剛經》的時候, 要不要讀《金剛經》這個三十二分呢? 例如,《法會恩游分第一》, 《善宴喜請分第二》, 《大臣正宗分第三》, 《妙橫無助分第四》。 那麼我們在讀經的時候, 要不要將這個也讀完呢? 你不要把這個三十二分念出來, 不要緊張。 你念出來也沒有關係。 但是,它總是這個盡力,要令盡力提摩。 當你讀《金剛經》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三十二分讀出來也都不要緊張。 但是,如果你讀《金剛經》的時候, 將這三十二分全部都讀出來也都不要緊張。 它最主要就是將這個《金剛經》來做一些題目。 這個《金剛經》的三十二分呢? 這個《金剛經》的三十二分呢? 是良早明太子, 它為這個《金剛經》定的三十二個主題。 所以,我們在研讀《金剛經》的時候, 把這個字面呢, 你比方說, 發揮引有分第, 這是《金剛》發揮的第一分來源。 《信心悉情分第》二, 就是徐伏迪怎麼樣情發。 大臣這種分第什麼? 說明大臣的重要是什麼? 妙恨無助分第, 也是這樣一分一分分下去。 其實, 看到這個《金剛經》裡, 現在二分的期望也就知道, 這一部《金剛經》裡, 究竟說的是什麼道理。 《金剛經》的三十二分, 是良朝的超明太子, 當《金剛經》定立了一篇一篇的主題。 譬如說, 法會因由分第一, 是跟我們講, 這一段的《金剛經》文, 是據說這個法會怎樣而來的。 善宴起請分第二, 就是跟我們解釋, 當時衰菩提怎樣向佛陀請法。 大臣正中分第三, 是跟我們講, 這個大臣經典的重要。 第四的妙恨無助, 一路下去呢, 都是無非將一段一段的經文, 令到我們知道, 我們究竟是讀一個什麼的題目。 這一本經典, 本來叫做《金剛不離不如密經》, 簡稱《金剛經》, 《金剛》是什麼意思呢? 《金剛經》本來的全名是《金剛般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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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 是四句子的問題 因為盡量不斷地提到這個四句子的功德 究竟四句子是指的什麼意思呢? 《金剛經》裏面我今天同各位提的 會是包括四句計 在《金剛經》裏面不斷出現很多的四句計 講及四句計的功德 第二個問題 《金剛經》裏面一共有三十三處的地方 提到佛術世界、積費世界、市民世界 佛術金剛不利不羅密、積費金剛不羅不羅密、市民金剛不利不羅密 這個佛術、積費、市民一共有三十多個 所以你一定要把佛術、積費、市民了解了以後 對這個積費度出的地方就很容易了解了 在《金剛經》裏面總共可以找到有三十幾處、三十三處的地方 是有說佛術世界、積費世界、市民世界、佛術金剛、般若波羅密、積費金剛、般若波羅密、市民、金剛、般若波羅密、市民、金剛、般若波羅密 在《金剛經》的佛術、積費、市民裏面 我們來研究一下究竟是甚麼意思 《金剛經》它表明表達這個玻璃的孔儀 在佛教裡面 順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如這個形容 如來一代詩教 有一首祭語說 《華眼最初三七日》 《武漢十二方登辦》 《二十二年布雷坦》 《法華麗環共八哉》 有這一首祭語 這個說明在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說法當中 《布雷坦》就談了二十二年 所以整個的《布雷坦》在佛法裡面 正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金剛經》在佛教裡面 《金剛經》在佛教裡面 是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們有一句的計語是這樣說 《華眼最初三七日》 《阿含十二方登八》 《二十二年波野譚》 《法華》 《涅槃》 《共十二》 《共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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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計語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 《金剛經》 是佛陀用了二十二年最長的時間 來講 佛陀四十九年的《港經》說法裡面 用了這麼長的時間來講《波野》 我們可以見得《金剛經》所教我們的《波野思想》 在佛教裡面 是多麼重要 《二十二年的《布雷坦》 這個道理很多 其實 把它歸納起來 您能生死四句一樣 也對於受死佛陀二十二年的《布雷坦》 也是一樣的 在二十二年的說法裡面 佛陀所講的教義是非常非常之多 那麼如果我們將這些教義歸納起來 如果你能夠授持這個《金剛經》 就等於獲得佛陀二十二年所說法的一切 四句句話 四句句話 就是佛法 你聽得很堵啊 你沒有受用啊 沒有實現 也是說聲鼠寶啊 假如說只有一句句 四句句 你能夠奉行 在佛教裡面 一不是少啊 這個 萬也不是獨啊 可能四句句一句句 包含了一切佛法啊 有好多好多的四句句 這樣 如果我們在這麼多的四句句裡面 只要能夠 受持一個四句句 甚至 一句句句 對於我們來講呢 都是非常受用 我們 會說 一句不會嚴少 只要能夠 你有一句的四句句句 能夠真正 是落實去用 這個等於 亦都是非常非常的寶貝 金剛經裡面的四句句 有好多的地方可以把它當作四聚集 第一,我們大家所共治的 就是金剛經的最後 一切以為法如夢幻幻影 如露以露定,硬作五十貫 這是第一種說法的四聚集 金剛經裡面,很多很多的四句話裡面 在比較最後面的有一段的四句話 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幻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我們聽到這一個四聚集以後 就會覺得金剛玻璃景 這麼樣的小集 這麼樣的說的四聚集都是符定了這個世界 而世界上的一切有為法 都是如夢如幻,如火如影的 為什麽我把這個四聚集發 要在通通符定了做什麽呢 在福法裡面說這個 以為法 還有一個無為法 有為法就是四聚集發 無為法就是初始發 明白說 波雷的孔力呀 它是形容著一個無為的 永恆 永恆究竟的正義 如果不把有為法 符定的話 那個無為的正義 不能顯現出來呀 在金剛經裡面 我們可以從這個四聚集看到 這個有為法就是世間法 這個無為法就是出世間法 那麽金剛經將這個所有的有為法 來到否定呢 就是令我們呀 從中來到去了解 永恆無為的真理 只有透過將這個世間法全部否定 剩下來的就是永恆無為的真理 這裏的這個四聚集呀 就是說明的祖形無常 就是世間一切的 它的這個原則是一個無常的世界 真理的四句解呢 就是說明 諸行無常 這個諸行無常就是說明 這個世界的一切呢 都並沒有固定永恆的 但是祖形無常也不是不好 化開了會死呀 雖然一個宗旨還歸惡在神奇呀 以後壞了 可能可以在做行李呀 人死了 死了會再生呢 因為世間所有的一切 它都不常駐的 都是情流變異的 因為這樣 這我們的體驗 無常不是不好 無常反而給我們帶來了很無限的希望 我現在很窮 我現在很窮 沒有關係 窮是無常的 我可以農力賺錢我就能發財了 我不會一輩子窮啊 因為窮是世間法是無常啊 我會富有的 我現在很笨啊 我現在很笨啊 沒有關係 笨 自講法 是無常的啊 我可以用功讀書 我也可能會聰明起來啊 意思就是說 世間法是改變的 雖然是如夢如煩如火如燕 在這個裏面 它還是對呢 可以這個做 改變我們這個世界 就變化的 潛流的 變異的 因此 假如 你遠處在這個世界 主性無常的話 也不要過分的呀 這個比關 當然 這副法要我們 看透了 有無違法啊 慢慢地 找到一個 永恆的 正常的 所謂無違法 無違法就是玻璃 在這個世間裏面 雖然 諸幸無常 但是無常呢 也都不見得 是不好的 譬如說一個花 這個花 這個花呢 是由這個種子所生 這個種子生了這個花之後 這個花 它會凋零 好像穿一件衣服 這件衣服呢 它髒了之後 我們洗一會兒 洗乾淨它就可以再穿 這個種子又一樣 它會 重生 好像我們的生命一樣 我們死了之後 又可以再生 那 這個無常呢 它是 千流變異的 凡是有不好的 它都 會有變好的一天 在這個 無限的時空裏面 這個千流變異呢 是不停這樣 是進行 那如果我們今天 是比較窮的 只要我們知道無常 我們就懂得 會去努力 當我們努力去做的時候 終於有一天 我們這個窮困的情況 會變得 做是 一個富有 如果 我們認為 我們是一個很笨的人 我們也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 今天我很笨 但是 我只要 放命去讀書 那有一天 我 會變得 聰明 這個世間的一切 都是 不停這樣 是改變的 雖然 是夢 幻 泡影 但是 只要我們 能夠 安住 在這個世界 我們 不要過分 悲觀 那 這些一切 世間的 無常的 所有的事呢 它都 會是 慢慢 變成 令到 我們 從 有違法 無常 經過這個 般若 可以變得 是一個 真常 一個永恆的 一個無遺的法 這個四句記 一切有違法 一共有六個 譬喻 要叫我們做六種棍 這個世界 這個 總共有六種 的有違法 叫我們做六種的官 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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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夢觀,如幻觀,如炮觀,如影觀,如路觀,如電觀 第一,如夢觀,人神如夢 第一,如夢觀,人生如夢 夢裡明明有六趣,就和空空造大千 夢裡明明有六趣,國後空空,舞大千 我們在夢裡面,有時候燈仙,溪水,種種的人士 有時候黃梁一夢 我們在人生裡面,很多事情都好像夢一樣 有時候我們登山,有時候我們攝水,有時候很多人事的問題 真是好像黃梁一夢 因為我們做夢的時候,燕耳閉水神,這個幽形的東西都停止了 五行的這個行,就多頭一聲,它起來揮耀了 所以,它能夠上天日之,動難時不,非常快速了 我們在夢裡邊,有形的,這個一切都會是停止了 比如說,眼、耳、鼻、鼻、舌,這些都會停止 那這個模型的呢,所謂我們的獨頭意識 我們做夢,有時候做得很好的夢 有時候做得惡夢 覺得這種人神呢,有時候也過得很快樂 有時候過得很煩惱 人神如夢,假如能做一個迷你的夢 有一個平安的人神 就是有神經營 無論是比喬夢還好 我們做夢,有時候也過得很好的夢 有時候是會做惡夢 人生裏面亦都一樣 有時候我們會快樂 有時候我們會苦惱 人生如夢 假如我們有一個美麗的夢 就等于我们有一个平安愿意的人生 在夫教里面讲这个人神观 有像上的事情 有信上的事情 像我们造的善意奥意 是是非非 在相上很多差别 但是在本性上讲 都没有这些多是非差别 所以经过一个人好好坏坏 那个都是所谓无拘六道 是无常的 真正的在整形本体上 都没有这回事情 我们这个人生观 可以有在这个上上的事情 也都可以有圣上的事情 比如说 在上上的事情 就是善恶 是非 这一些差别 这一些的烦恶 在本性上来讲 是并无任何的差别 这些五脆 六道 只不过都是上上的 在本体方面 根本就是完全没有这一个事情 这就是说 我们一个人神 做善事 有善报 做恶事 有恶报 在义悟一范里面 就是这样 将说到乌悟一范里面 他就没有什么圣 所以这个没有圣恶的这个名词 这就是说家民都没有 他没有这个对待法 他只是一个所谓正如 这一盘的世界 在我们这个人生里面 我们都会讲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都是在这个 有违法的角度来说 在这个无违法的角度来看 根本并无这个善和恶 是没有对待的 只有是一个真语 只有是一个涅槃 如梦如幻 什么叫幻呢 幻是幻化的 就好像是 那个一个 农人种田 怕那个鸟翘来吃他的种子 他可能弄一个朝人 家在那里 可能弄一个木头的人子 放在那里 让这个鸟翘啊 不敢来吃他的这个种子 所以 这个 我们这人典 就是这样一个幻化的职人 木人 这个 这个本身 在这个世界上啊 有这样 有那样 实际上 没有那许多东西 所以我们呢 应该也做到 有那些的 没有了 要没有 已受到 这种 运用 颜模 如幻 无幻 于幻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如幻化一样 好似在這個田裏面, 小鳥飛來吃我們的農作物, 我們就會摘起一個稻草人, 來嚇走這些鳥, 令到牠不會吃我們的田。 人生就好似這個稻草人一樣, 本身並沒有這樣又那樣, 實際上並沒有很多很多外表上的假象。 我們可以說, 人生如果能夠做到, 有如木人看花鳥, 不妨萬物假為妖, 做到這個境界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會被這個, 周周的環境來影響我們。 既然我們像一個草人木人, 對呢? 這個草人木人看這個花鳥飛來飛去的。 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呢? 就是嚕嚕不動呢? 經過你外面的境界, 怎麽樣動? 我自己的本性, 不動呢? 經過我們, 將自己變成一個稻草人之後呢, 那我們就能夠做到呢, 外面的世界, 不理它怎麽樣動來動去, 我們都可以本住自己本身的本質, 如如不動。 不論它怎麽來到去干擾, 我們都是沒有受影響。 有一個少年人, 逃了一個美麗的老婆, 興奮的時候呢, 非常恩愛, 這個人家好幸福瀰漫啊。 有一個年輕人, 娶了一個貌美的太太。 當他這個時候好興奮啊, 他就覺得呢, 非常之恩愛, 非常之一個幸福的世界。 為什麽幸福瀰漫呢? 他就告訴人說, 他說你看, 我現在只要一回家, 我就有太太啊, 替我拿吐鞋。 我只要一進房子, 我家裡的小狗啊, 就圍到我, 往往叫。 這個人生好瀰漫啊。 為什麽這個人生好幸福, 好美滿呢? 因為啊, 我每一次一回到家呢, 就有太太, 幫我來換拖鞋。 而且呢, 還有我家裡邊, 那隻狗仔啊, 就會汪汪叫。 但是一年後啊, 他很煩惱。 他就去找一個法師書庫。 他說我現在好煩惱啊。 法師問他, 你為什麽煩惱呢? 一年之後, 這個人呢, 就很煩惱。 那麼他就去找一位法師, 就跟這位法師說, 我好煩惱啊。 這個法師就問, 你爲什麽會煩惱啊? 這個年輕人說, 他說我過去回家, 這個門打開, 就有太太拿吐鞋。 小狗就會往往叫, 好快樂。 現在不是啦。 現在是小狗, 替我拿吐鞋給我坐。 是我的太太啊, 像小狗, 往往叫, 回到我啊, 露宿啊, 吵鬧不休啊, 苦不堪言啊。 那這位年輕人, 就跟法師說啦。 他說我當然煩惱啦, 因為一年前, 當初的時候, 每一日我回家, 都是有太太, 跟我來拿拖鞋, 那有隻小狗呢, 就汪汪叫, 但是到了現在呢, 情況就不同啦。 那現在是到了什麼情況呢? 我一回家之後, 就是我的狗仔呢, 會擔住我的拖鞋來, 跟我換鞋。 我的太太呢, 就變成, 一天日到黑呢, 都汪汪叫。 這個法師, 這個法師, 就對他講了。 他說, 這我看, 都一樣啊。 你每次回家, 過去和現在, 一樣的有人, 給你的妥協。 一樣的有著, 這個東西跟你往往叫。 外面的世界, 不管怎麼樣變化, 你自己的行動, 不要變化, 不就沒有事了嗎? 這位法師呢, 就跟他講了。 他說, 照我看啊, 其實你的情況, 前後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現在, 回到家, 是有人, 是可以換拖鞋。 你一樣呢, 回到家呢, 是聽到汪汪叫。 那外面的世界, 一路在那裡, 沒有變, 只要你心中, 不變。 這樣, 你就等於, 沒事了。 所以, 你, 盡管事件, 如犯如化呀, 這些行動要有著。 不給這個如犯如化的事件, 左右轉變, 這是非常要緊的。 盡管這個世界, 是如夢如幻。 只要我們心中有一個主, 我們呢, 就不會被這個如夢如幻的變遷來影響。 而是, 一直有違法如夢 alleg行。 一切有違法如幻真闊嚐影的, 這個如謊 prose一發形華時之一。 就不會被辨到だ。 因為就好像這個水泡一樣,一切的事物都是出現一陣,很快就會消失了。 有一個過往生了一個小女孩,小公主,愛怒掌上的民族,真是要什麼有什麼。 可是有一天,這個小公主跟父王講,她說,我要那個水上的水泡,你替我積一個滑慢,讓我待在頭上。 這個水泡怎麼能夠積成滑慢呢? 所以過往也就誤道,世事無常啊,都是很短暫的。 在這個滑慢的裏面,我們如何去找出一個水泡,真是正常,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個國王,她就生了一個小公主。 她就當得這個小公主是她的長上明珠一樣,非常非常之寵愛這個公主。 有一天,這個公主就說,父王,我希望是要這個水上面的水泡。 父王說,為什麼你要水上面的水泡做什麼呢? 這個公主就說,我希望將這個水泡收集起來,結成一個花環,帶在我的頭上。 那在這個難題之下呢,這個國王呢,仿然大悟,就知道,啊,原來,有這一個的,這麼短暫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在無常短暫當中呢,我們怎樣來到去找我們的真實,怎樣來到去找這個真理。 所以,如因,我們人,在太陽,好像在光亮之下走路,我有一個因子。 這個因子,就是等於神奧的一報,如因隨行呢? 我們神奧的一報,神奧所做的好和不好的事。 可說的好不好的話,心裡想的念頭,好不好的念頭,不要以為就過去了。 這許多的所謂神奧,神奧義,它所造下來的行為,就好像我們這個因子啊,如因隨行啊,都是跟到我。 所以,萬般得不去,唯有義隨神。 所以,在世界上什麼都對不去,可是這個因子,它擁有跟到我們的。 我們如果在陽光之下,或者是光線之下,我們走過呢,我們都會發覺,我們有一個影。 那這個影呢,就好像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一樣。 我們俗語講話,如影隨形嘛。 那在我們平時,身體所做的一切,我們口所講的一切的話, 我們這個意所產生一切的念頭,這個身口意,這三樣的所做的行為呢, 都是好像這個影一樣,它並不會是過去的。 它就好像這個影一樣,永遠都是跟著我們的身邊,如影隨形一樣。 那樣,我們在這個道理裏面,就應該知道,萬般大不去,唯有業隨身。 我們所做的一切身口意,就是如影隨形。 這次如烏入,如火,如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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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麼是如露,如露呢? 露,水,太陽一出來,露水就蒸發了,沒有了。 這個人神耶路走路,這個人神路路去了五度,不是很長久的。 魚路亦如電,這個魚路是什麼呢?就好像露水一樣,太陽一出來就蒸發了。 在人生裏面也是一樣,很快的人生就不見了,非常非常之短暫,所以人生就好像露水一樣,只有一個非常短暫的時刻。 一個小女孩出出生的時候,女影,慢慢長大了,女童,女小婶,小姐,太太,媽媽,老婆,老太婆。 這個人神就是怎麼樣啊?很快的呀,從嬰兒到老太婆。 你說,那樣東西是真實的呢?它不停留的,就這麼濡濡的,很快的小生。 人生就好像一個女孩子出生,就是一個女嬰,跟著呢,就是變成一個女童,再變成一個女學生,再變成一個小姐,再變成一個太太,再變成媽媽,到最後變成一個老太婆一樣。 好快呀,我們的人生就從一個嬰兒,變成一個老太婆。 這樣,哪裏是有真實的呢?都是一路不停,這樣去變化。 但是,你也不要太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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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麼一方,人生,儘管,生生死死,那是神奇現象上的。 本期的神明,不死的。 那一個人呢,如果認識這個不死的神明,那是要盡量不離,才能做到的。 本期的神明,雖然,雖然是如露如電,但是呀,我們只要懂得這個般若,我們憑著這個般若,我們是正悟這個無遺。 這樣,我們對於這個生生死死,我們就會知道,生死只不過是我們這個身體的一個現象而已。 我們這個本體呀,其實是不死的。但是,我們要知道,要認識這個本體呢,一定是要靠這個般若。 那我們憑著這個般若呢,慢慢就證實了這個真理。 所謂如電呢,就是表示,好像電光、火石一樣,是非常快速的。 那麼生命呢,就有如電光、石火一樣,很快就過去了。 這個四句字呀,是給我們的一個景天。 就是在這個有違法上,不知道太念,一定要追求一個不勝不勝的。 這個不便不義的,無違我們的本來面目呢。 這個有違法呢,是不究竟的。 所以呢,這個四句字呀,都是給我們知道,我們不應該去有這個貪念。 我們呀,應該去追求這個不生不死的無違法。 這個四句字呀,其基本就是告訴我們。 一,要我們從小節呢,提振到寂寂。 二,從世間呢,要叫我們認識出世間。 是啊,這四句字呀,叫我們從喜歡的,要了知到實相。明了實相。 是呢,叫我們從製作的人生,要有一種放下的力量。 第一,這一段四句字,給予我們的一個結論呀,就是要我們來去看正。 第一,要從消極,來去看正、積極。 第二呢,是要從世間去認識出世間。 第三呢,要我們透過這個四句字呢,從這個虛幻,來明了實相。 第四呢,就是透過四句字,將我們從執著,變成有放下的力量。 第二句,四句字,就是靜靜靜,以明知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 第二句的,四句解,就是《金剛經》裏面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 這個無相,無人相,無受者相,無受者相。 這個四相呢,就是說明,這個世界上的能機之間。 有的時候,不會甚於處理這個能機之間,不能認識人物之間。 也有很多麻煩。 這個四句解呢,主要是要我們認識這個人際之間。 有時候,我們如果不懂得怎樣處理很多人際之間的事情,實在是很麻煩的。 大概我們在世界上做人,每天不在這個思想之中,在自焦。 大概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做人,每一日都在這個思想上,來到去掙扎。 好的都是我的,什麼好的我都要。 第一呢,有了這個我的相呢,我們就會起這個探著。 第二呢,是人相呢,看到這個人,我不喜歡。 看到那個呢,我也不喜歡。 對自己起探情,對別人就起誠念。 第二的人相呢,就是講,我們對於別人,這樣呢,又不喜歡。 那樣呢,又不喜歡。 凡是對自己的呢,都是有貪著。 對別人呢,都是不喜歡。 然後,在所有人員眾生的身上,分別、自焦、比較。 很多的語詞的語言啊、行為啊。 所以就產生了很多的無名語詞。 然後呢,我們就會在這個魂魂眾生裏面呢, 產生很多的分別啊、計較啊、比較啊。 那從而呢,再生起很多語詞的言談舉止。 令到我們呀,墮落了在這個語詞的情況裏面。 受在想,就希望我自己能活到八十歲、一百歲、一百二十歲。 甚至於無量受,這種呢,就起了一種愛愛的執著。 受者相啊,就是,令到我們呀。 自己希望能夠活到八十歲、一百歲。 甚至一百二十歲。 這樣,我們就會對於很多,我們的愛、的貪著,都會放不下。 無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啊。 主要的就是,我們自己的貪、誠、慈、哀、這四個煩惱。 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 主要啊,就是我們的,貪、親、痴、愛,這四個煩惱。 現在拿一個無相來講,我,究竟是有呢?還是無呢? 現在,我們就講這個我相。 這個我啊,究竟是有,還是沒有呢? 講到這個我,如果整理由我,他必須自己能做主宰。 我要什麼,能主宰。 我要能藏住,我要能鋪品,我要能自在。 現在,我們大家,檢討一下,我們這個自己。 能夠做主宰嗎?能夠藏住嗎?能夠補品嗎?能夠自在嗎? 因此,這個無理條件不具全。 講到這個我啊,如果是真正有我的呢,需要什麼條件呢? 第一,我是需要有一個主宰。 我能夠,我要什麼就有什麼,我要怎樣就怎樣,我自己來做我的主宰。 第二呢,就是要有常住的條件。 第三,這個我呢,要有普遍的條件。 第四,這個我呢,能夠是得到自在。 我們現在來檢討一下我們自己。 究竟啊,我能不能夠真正主宰我自己呢? 我能不能夠常住呢? 我能不能夠普遍呢? 我能不能夠有自在呢? 這樣,我們在檢討這個條件之下,我們就難發現,其實這個真我啊,是不容易存在的。 我,這個身體。 在佛法裏面說,四大無運所成的。 四大,就是地水活縫。 我們這個人的身體啊,是緊韌性的。 第一大,就是這個骨頭啦,毛髮啦。 碎,就是鼻液啦,眼淚啦,流汗啦,大小便氣啦。 厚就是我們的穩度啦。 風就是我們的虎線啦。 這個四大眾,引雲和鶴,成為人。 同樣的話,也要有土地啊,也要有水分啊,也要有陽光啊,也有空氣啊。 於這之間,所有的萬事萬萬,大概都這個四大俗成的。 所以,這個有一句話叫四大皆窮。 引雲鶴就成啊,引雲滅就窮啊。 講到這個,我的這個身體,其實是由四大五運而和合而成的。 那什麼是四大呢?就是地、水、火、風。 地大,就是我們身體的骨頭、毛髮。 水大,就是我們的鼻液啊,我們的眼淚啊,我們的汗水啊,甚至我們的大小便。 火大呢,就是我們身體的溫度。 風大呢,就是我們的呼吸。 那我們這個身體啊,就是由這四大,因緣和合而成,成為一個人。 那麼,好像花一樣,它都需要有這個土壤啊,陽光啊,空氣、水分,和合而成。 在這個宇宙間,萬事萬物啊,都離不開由這個四大所組成。 所謂四大街空啊,就是因緣和合而生,因緣滅而滅。 四大五運,五運就有五個東西,這個運呢,就是寄居的意思,有五個寄居起來的。 叫寄,寄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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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個寄,原色的寄,就是屋子。 人生氣的披露,屋子。 最後一個寄,就是寄。 由居,寄居和精神的作用啊,和合,產生了受想行。 就有感受啦,哭的感受,落的感受。 就有思想啦 就有行為啦 所以 人 他就是這個四大無韻啊 這個迎雲鋸則神 迎雲蜜則是 事實也是形象上的 真正的神明還是不是 這個身體呢 除了四大之外呢 亦都是由這個五韻結聚而成的 這個五韻的第一個呢 就是色 第二個就是受 第三個就是想 第四個就是行 第五個就是色 第一個色呢 就是物質的一個色 這個物質的色呢 就等於我們身體的皮啊 肉啊 最後一個色呢 就是一個深色的色 那由這個精神 和物質 組合而成呢 就產生呢 這個受 想 和行 我們有各種 的感受 各種的感覺 那由這些的感覺 感受呢 進而呢 產生我們很多的思想和行為 我們人呢 這個身體呢 亦都是由這個五韻 他們的恩緣聚集而成 當這個恩緣滅的時候呢 我們就死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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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